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比较麻烦 再一个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我也不想到处转悠 减少和人的接触 今天我找到这个比较安静 也比较隐蔽的地方 利用午休时间跟大家聊聊天 这一层楼全是会议室 以前这里很热闹 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会议 培训等等 现在这些都改成线上了 做母webinarwebex 这里就清静下来了 窗户外面这已经不是我们医院的地方 马路和其他的商铺以及企业 天空很明媚啊 达拉斯的夏天焦阳似火 这是我上班的装扮 当然还要再戴上面罩或者护目镜 因为我戴眼镜 护目镜不太舒服 我都是戴防护面罩上班 上班时间我都是戴着的 美国这里没有护士帽 一般就只有手术室戴手术帽 为了保护自己 我自己买了这个布的 骑自行穿的这个帽子 选帽子的时候 由于这个帽子到货最快 我也就不管它好看不好看了 只要能保护我就行 里面我还戴了一个浴帽 布帽子保护不够 我把浴帽戴在里面了 现在跟大家聊天 我就把这些都摘下来 头发乱了 口罩前段时间 因为货源和储备不足 我们是让反复利用口罩 戴一天 然后再放到一个纸的餐盒里 再装到一个纸袋子里 写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过七天之后再重复利用 然后再拿出来戴 大概两三个星期之前 口罩充足了 我们开始一天一个口罩了 我们用的口罩是比亚迪的 我们祖国的品牌 比我们医院采用 还是很开心的 为祖国骄傲 我们回归正题 上一期视频 我给大家介绍我准备注册护士执照考试用的书 这一期视频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用的题库 最后一个月 我用了两个题库 卡普兰和U-word 我更加推荐U-word 小伙伴们 这不是广告 我只是谈谈我用过各种题库之后的感受 这里没有给他们做广告的意思 我推荐U-word的原因呢 一个是它的界面和N-Collex RN或是执照考试的界面相似 都是蓝色的背景 这样考试的时候 给我一个熟悉的感觉 悄悄的就把紧张程度给降低了那么一点点 更重要的是U-word它的分析解释rationale非常的详细 真的是太赞了 给出的题目解释的同时 也给出知识点的复习 它的rationale通常都是一大篇 还会将知识点的重点用出体字标出来 最后呢 还有一个education objective 用一两句话来总结一下这个知识点 我一般会把这些知识点做笔记 写下来 我只买了一个月的时间 那是几年前了 79美元一个月 我个人觉得两个月或者三个月会更好一些 因为我只买了一个月 所以我的时间比较紧张 很多我做正确的提rationale就没有看 实际上我认为有时间的话 应该每个都看看 他总觉得真的非常的棒 U-word一次可以选做75题 可以选择特径的人体系统 我一般是全部都选择 这样子75题里边每个系统的都有 这样可以训练考试的感觉 U-word的题目偏难 我觉得比N-Collex或是执照考试难一点点 当然N-Collex的题也不容易 都挺难的 U-word有错题整理 可以反复的从错的题当中抽题来巩固练习 也可以做flash card 我当时是自己做的笔记 我还是更加推荐做自己的笔记 因为U-word是按月付钱的 如果时间到了你还想看看的话 你有笔记就可以看自己的笔记了 就不用再花钱买它的时间 它有两套assessment题 做完会有一个pass possibility的预估 我记得我当时的passing rate是70%到80%那块吧 这个评测只是一个参考 如果你的passing rate在70% 我觉得你可以放心的准备报名考试了 如果是passing rate在40%到50% 也并不代表着你现在去参加考试就不能通过 也有很多小伙伴在50%到60%左右的时候 也是一次性通过考试的 但是呢别掉以轻心 再好好的准备准备 Kaplan我也买了一个月的题库 当时也是79美元每个月 Kaplan是个老品牌了 我个人觉得它的题库比较老 Rishnell不顾好 解释的也比较简单 一般也就一两句话 没有知识点的总结 作为知识点掌握的考察还行 我做错题之后呢都是回头去查阅Sunders Review 把相关的知识点都看看 和YouWord比较起来 我更推荐YouWord 另外网上还流传了Kaplan的纸质的七套题 这七套题不用花钱 性价比比较好 大家也可以去Google一下 找一找是免费的 可以用来自我测评一下 另外呢我想跟大家说说要理部分 很多小伙伴都会认为药理不太好记忆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些药名很长 很难记下来 我复习准备考试的时候 那些药名的发音 我没有特别的去纠正和查 我主要是根据此注来记忆 它是哪一类药物 从而知道它的机制 原理 副作用 治疗范围的 即使是现在一些复杂的药名 我还是不会读 工作的时候用到哪些 时间长了自然就会了 但是当时为了考试 为了效率 就不用去解决这些药物名称和发音了 我买了一个月的网上课程 网址是3w.nursing.com 我再说一下 这不是广告 其实这个网站我不怎么推荐 我的感觉是一般 这个网站是当时一个在美国读 服务里的小伙伴给我推荐的 我们一起买了这个课程 这个药理课程当时不贵 我忘记大概多少钱了 大概是30 40刀的样子 我不记得了 这个课程主要是引领我们系统的复习一下各大类药 机制 副作用等知识点 是video形式的 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系统 还有少量 很少量的吸气 当时还有像混合insulin这种教程视频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准备考试中所使用的资源 也是我个人觉得还可以的 当然可能还有其他更好的资源 像API testing 很多在美国读乎里的小伙伴 学校会推荐让用这个 据说也不错 由于每个资源都是付费的 我也是根据其他小伙伴的经验来选择的 如果小伙伴还有其他好的资源 可以分享的就在评论区留言吧 给后面的小伙伴做一个参考 在美国学户里的小伙伴告诉我 他们准备NCLEX 注册护士执照考试 要做一万道题 这是建立在他们学的是英文专业知识 所有的知识还非常新鲜地保存在脑子里的基础之上 那像我这样在国内读的中文课本的 毕业也有些年头了 知识都忘光了的小伙伴 更是至少要一万题吧 而我又是那种读Sanders Review 读不下去的人 只能靠做题来复习知识点 我做了将近两万题 虽然说是提海战术 不管白猫黑猫 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所以能拿到二人执照 这就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用最适合你的方法 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这个执照拿下来吧 要告诉自己 没有老娘办不到的事 何况这只是个考试而已 加油 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了 我回去上班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喜欢我的视频 就订阅我的视频吧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视频 你会在这里 前面 想起来 你今天就拍到